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1年8月11日,星期三 昨天的时候呢,在香港发生了一件大事啊 我们大家都知道呢,香港的历次的大型的这种种植动暴乱 在里面其主力作用的呢,都是一些青少年 而在这些青少年的背后呢,都是那些大学和中学的教师 甚至还包括小学里面的老师,都在鼓动学生 而香港的这些老师呢,背后都有一个组织 叫香港教协 香港教协的全称叫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 这个专业人员协会呢,是香港最大的一个专业团体 它是1973年建立的,拥有9.5万名的会员 是香港最大的一个专业团体 那么它长期以来,在香港的国会里面都占有很多的席位 这就是为什么香港的教育界呢,是非常乱的 就香港的这些老师呢,他们如何教学 这些老师当中是一些什么样的基调 什么样的立场 他们这些时事政治课,他们叫通识课 这个通识课呢,内容都基本上由这个教协来控制 那他们的内容里面都充斥着那些反中乱扛的这些内容 那在这个老师当中,我就知道呢,我有一个粉丝 他就是从大陆到香港去留学 完了以后呢,留在香港 成为香港教师队伍里面的一员 他就亲眼就看到香港的教科书里面呢,歪曲历史 就给这些孩子们呢,洗脑 以及煽动他们反中乱扛 那这些从大陆来的 或者是呢,原本那些教师队伍里面 仅有的很少很少的一部分 有正义感的老师呢,都不敢出声 甚至呢,都不敢表现出自己的客观立场 说我们应该客观一些,都不行 一定会受到香港的那些老师的打压的排挤的 香港的教育界的这个气氛呢,就是这么的反动 整顿香港的教育界就来的特别的刻不容缓 那在8月10号的时候 就是这个香港教协的会长冯伟华 他就说,理事会已经尽了最大的一个努力 寻求继续运作的一个方法 但是呢,至今没有找到化解危机的方案 所以,教协理事会一致通过解散教协 我所说的这个大事呢,就是 在10号的时候呢,就这个教协宣布解散了 也就是这个大毒瘤现在不存在了 那这个大毒瘤他自己能够宣布解散 他自己主动的退出历史舞台吗 毛主席有一句话叫做 扫帚不到灰尘是不会自己跑掉的 那他这个灰尘是如何跑掉的呢 那当然是中国政府对香港的教协的一个整顿了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在7月31号的时候 新华社就发表了一篇重磅的文章 这篇文章的题目是 江港教育要正本清源 必须铲除教协这颗毒瘤 这非常的旗帜鲜明啊 我们来看看他的内容是什么 随着香港国安法威力持续的显现 逐多乱港组织相继数导狐孙散 一些参与其中的祸港团体纷纷跳船自保 长期从事反中乱港活动的香港教育专业人士协会 简称教协 日前宣布退出民阵支联会等涉嫌违法的乱港大台 然而 教协这种逃避追责的障眼伎俩 不仅无法洗脱其涉嫌违法的有关问题 更不能勾销其过往山暴捣乱 祸害香港的罪责 香港教育要正本清源 重回正轨 就必须彻查教协 铲除毒瘤 民阵支联会长期充当反中乱港势力 祸害香港的马前卒 明目张胆的诋毁国家社会制度和中央对港的政策 恶意炒作并散布污蔑一国两制的歪理邪说 花样翻新的举办挑唆对立 煽动暴乱的各种的游行机会 是威胁一国两制事业根基 危害国家和特区安全 损害香港繁荣稳定的大敌 而教协与民阵支联会 存在着错综复杂的人员组织资金和利益勾连 有着不可能肃清的紧密联系 教协本市工会组织 应以维护教师的合法权益为职责 但其实际运作早已偏离了宗旨不务正业 变成不折不扣的政治组织 他不单误人子弟 毒害下一代 还配合乱港势力 在立法会疯狂的拉布 更在反国教非法战中 修理风波等社会事件中煽风点火 多次鼓动大中小学生罢课 不惜把一些心智尚未成熟的青年学子 推上动乱的街头当炮灰 为乱港恶行推波助来 一段时间以来 香港教育乱象触目惊心 政治渗入校园 学生卷入暴乱的情况严重 教学正是香港教育变得乌烟瘴气的罪魁祸首 打着教育专业组织的旗号 假借言论自由 学术自由之名 纵容有毒思想在香港校园肆意传播 包庇读师自以妄为 支援暴徒对违法暴力熟视无睹 组织编写通识教材抹黑攻击一国两制 传播美化黑豹的书籍 扇货违法行为不断给学生洗脑 持续污名化理所应当的国民教育 恶意阻挠去殖民化教育改革 令香港教育深陷泛政治化泥沼 社会氛围变得愈加的暴力 在香港国安法的威慑打击之下 民阵支联会现在已自身难保 再劫难逃 香港警方正在依法调查其违法问题 相信其必将受到正义的审判 当此之时 作为乱港组织核心成员的教协 精心表演一出老眼纷飞的戏码 妄想借此洗白多年累积下的满身污垢 实在是自欺欺人 教协会长日前称 教协的政治立场不会改变 这已清楚的表明 教协对其斑斑劣迹毫无回忆 退群只是权宜之计 教不言诗之国 自我标榜为 全港最大教育专业组织的教协 与为非作歹的乱港组织相互勾结 密切配合沆瀣一气 实在是香港教育界支持 很多学生在修理风波中 因涉嫌违法被捕 部分校园更是沦为黑豹的基地 香港的学生 家长和社会为此付出惨动代价 教唆犯罪的读师难辞其咎 作为读师保护伞的教协 更是罪责难逃 香港特区政府 有关部门必须对教协 有关问题彻查到底 给社会大众一个交代 香港教育系统长期藏污纳垢 荼毒学生 危害社会 已到了必须清查的时候 香港教育要正本清源 建立与一国两制相适应的新的教育体制 就必须依法清除教协这个最大的障碍 教育是百年大吉 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都责无旁贷 必须拿出魄力与勇气 敢于动真碰硬 尽早让教育回归育人本位 让教师回归专业讲台 让学生回归安宁校园 为香港和一国两制事业的未来 把好官付好责 好这就是7月31号 新华社所发的这一篇文章 这等于是向香港的教协这个毒瘤宣战 那这一篇文章发表以后 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就发表了一个声明 指控教协近年来的言论和行径 与教育的专业不符 又没有劝止教师参加于2019年香港示威浪潮有关的暴力和违法行为 教育局宣布说 全面终止与教协的工作关系 包括不会与教协举行会议 不再就教育议题咨询他的意见 不会处理教协转介的个案 不再承认日后教协为教师举办的培训课程 这就说明呢 教协就失去了 他以前所能影响教育局 从而影响香港整个教育界的这些途径 香港政府以后就不再承认他了 不会跟他有任何的合作 以前的时候呢 有很多方面有一些教师的任用啊 教师资格啊 甚至教科书啊 课程设置啊 这些都要来征询他们的意见 还因为他们在立法会里面 他们有席位 那有的时候呢 有关教育的一些法案啊 政策呀 这些东西呢 基本上也是由这个教协来控制的 那以后呢 教协的这些就不承认了 这个教协就失去了他的市场 失去了他的能力 他不再有能力了 你比如说他那个教科书里面哈 他有一些内容 那人家家长如果发现这里面内容 他是不实的 他通识课的那些课 他是不实的 那就会投诉 有的老师呢 甚至于在课堂上 就鼓动和煽动的学生 给学生洗脑 所宣扬的言论呢 都是不对的 家长呢 就可以投诉 那这些投诉 由谁来处理呢 就由教协来处理 你想想看呀 这个教协 他本身 他就是反中乱港的 如果家长来进行这样的处理的话 他的结果会是什么 他们的结果只能是支持那些老师 对不对 而不会处理那些老师啊 每一年他们处理这样的投诉呢 都得高达三千多宗 你都可以想想他们是如何来控制香港的教育街道 到8月2号的时候 林郑月娥在新冠疫情新闻发布会上 被问及有关这个教协的事以后 然后林郑月娥就说 说近年来教协呢 做了什么工作 特别是在修理期间 及之后 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是将原先教协已经持有的一些立场 变本加厉 也即此 把政治立场凌驾于教育专业 令这些政治问题 甚至反政府反中央的情绪进入学校 不单只影响学生 事实上也因为它是全港最大的教育组织 可以说是绑架了整个的教育界 立香港很多人对于教育界有很负面的看法 这对其他教师也是非常不公道的 我刚才我说了 我的观众当中呢 也有一位来自于中国大陆的一个年轻的香港的教师 他就经常跟我反映 香港由教协所把持的这个香港教育界的这个黑暗 林郑永儿说 教育局经过梳理他们的工作 公布要全面终止与教协的合作关系 我是完全支持的 这不是因为一篇社论 一篇文章 大家知道要做这些工作并非一朝一夕 这绝不会是因为这篇文章了 之前的中央 就是有抓这方面的事 林郑永儿说 我是全面支持他们在这方面的工作 特别是有了国安法以后 香港的任何组织 也不能触碰国安的底线 若他们有违规行为 我也曾说过多次 一定是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的 那国安法里面是怎么规定的呢 国安法第九条规定 政府要向社会团体采取必要的措施 就维护国家安全 加强宣传指导监督和管理 香港特区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 今年5月在官方微博发文 指香港的工会也属于这种社会团体 也不排除取消违反相关法律的工会登记 就是说 香港版国安法的第九条呢 已经从法律上提供了一个工具 就是政府可以对这些社会团体 进行管理 采取必要的措施 来维护国家安全 因为他们已经威胁到了国家安全了 这些威胁到国家安全的社会团体 就要取缔 那8月5号的时候呢 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的局长杨润雄 就向全香港的学校致函 促请这些教师 审慎的考虑教协近年的言论和行径 深思这个协会是不是真正的能代表他们 另外这个教协啊 为什么说这些老师能够这样的步调一致 这个教协呢 他们不光是控制着这个投诉 而且呢 教协他每年都要负责对教师进行培训 他们负责对教师进行培训啊 你想想看 他们对教师进行培训 那还好得了吗 全都培训成了这种反中乱岗分子了 你原来不是反中乱岗的 他也得给你洗脑 先把这老师洗脑洗成反中乱岗 然后这被洗脑成反中乱岗分子的 这些老师再去洗脑那些学生 你想香港能好得了吗 对吧 现在呢 这个大毒瘤就去掉了 真是大快人心啊 希望从现在开始 教育界能够回到正委 以后能够培养出一些正能量的学生出来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 很长一段时间 香港的这些人 他们都没有这样的一个明确的认识 他们就觉得香港和中国是并利的 有的时候香港还说 哎呀 他们会在台湾和大陆之间保持中立 你明白吗 好像是呢 中国大陆 香港还有台湾 这三方是并列的 没有上下的从属关系 你想他们这些错误认识 对不对 他能够接受来自于中央政府的这个管理吗 对吧 他能够爱国吗 他认为那跟他没关系 他是香港人 我前两天就跟大家说了 香港的一个运动员 今年得到了奥运的金牌 他们在香港的一个商场里面 看电视的时候 那些人就跟他喊 We are Hong Kong We are Hong Kong 他们就跟他喊 我们是香港人 我们是香港 我们是香港人 这种错误的认识 而香港的运动员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我没有听到任何一个人提 说我们中国如何如何 说中国大陆那些运动员为国争光 我们香港也为国争光 你哪怕有一句这样的话呢 没有 没有 我们很欣喜的看到 自从香港满国安法实行以来 香港不断的拨乱反证 非常非常高兴的是 今天终于看到教育界 现在在拨乱反证了 希望香港的学生 尽早的能拿到正确的教科书 我建议香港的学生 就用大陆的教科书 什么样的教科书不能统一呢 是不是 科学的 就是数理化的 理科的以及文科的 为什么不能统一 都可以统一啊 好 我这些视频呢 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